你如果對這個不熟悉的同學 我建議你也可以玩玩看 因為它可以很快速幫你解決一個問題 第二個 它的資料是放在那個什麼呢 這個編輯的表單好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是到雲端硬碟裡面 會有一個新增表單功能 然後把相關的資料填上去 填完之後你們的東西 總共有18位同學的資料都在這裡 我可以查看回應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那看一下同學們的作答結果好了 裡面的話 我就把你們的名字先遮起來 因為有個資法的關係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發現好像有同學有是舊的 OK 好 沒關係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作答的結果 其實 我講過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傳上去之後的話 你要把它變以Sale 其實現在我想最通用的大概 Sale應該算是數一數二的啦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雲端的東西下載一下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的 或者現在蠻通行的像CSV 也可以它都有支援 好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 當然如果說我們用PHP加MySQL 我要再會到Sale 然後如果說我要做出那個圖表的話 可能它再花一點時間 但是Google其實還蠻貼心的 它這邊有個顯示回應摘要 那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大家的作答結果 比如說第一題 以上的那個輸出結果為何 好像大分同學 因為可能剛剛我給的資料有點漏死 不過看得出來 大分同學都做對了 因為剛剛有個意外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那 對呀 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班的程度都還不錯 那實際上這個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吧 它是一個Array 然後呢 這個陣列裡面 的順序是0、1、2、3、4、5 總共裡面的話會有六個正 六個空間 那編號是從0到5 有沒有 總共會有這幾個 那我這個回圈 它就跑到這邊來 4 從第幾個呢 從第0個 初始值 然後呢 當什麼時候 會進入到底下的回圈呢 就是當這個I是小於等於2的時候 它才會進入 所以會進入的狀況是小於等於2 所以它會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陣列裡面的小於等於2 所以這個會不會 這個會嘛 這個會不會進去那個 這個也會 這個會不會 也會 這個會不會 不會了 因為它這個是第三個 當它為第三個的時候 它就會跳裡回圈 最後會把結果給輸出 那最後輸出的結果的話 就是這個加等於 就是累加加0加1加2的 所以全部加起來的話呢 那就是那個 好像是675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加起來 就是這個答案 那剛剛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大概看一下大家的程度好了 有一個同學是高階的 有一個同學是高階的 這個同學 我等一下看一下 要不然可能要不要順便當班長好了 好不好 幾乎什麼都會了 還是是不是勾錯了嗎 OK好 那第一個 然後進階的話有兩個 進階兩位同學的話 恐怕不然你就是坐在旁邊的同學 他幫他一下好了 那再來入門的同學好像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同學好像就 所以這個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要再斟酌一下那個進度 還有四位同學 而且是有學沒有懂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我想這個程度撐吃不齊 好 不過大部分還是入門為主 那再來的話 我希望上上課以哪部分最 就是最多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多一些PHP的範例 百分之七十塊八成的 這部分佔的最多 再來第二個多的是這個 App的應用 跟開發 反而是這個也有 所以這個好像一半一半 然後補充症狀比較少一些些 入門的一半 OK 所以我們大概 所以變成說PHP的部分 好像選的會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我們比例上面恐怕 PHP這個部分大概再多一些些吧 然後再來就是App 然後再把兩個之間結合在一起的部分 再跟各位做說明 再來未來要做什麼用途 大部分還是只有想只有學習 還沒想到做什麼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個兩者 哪個部分最多呢 兩個都不熟的 賺最多 那這個有一個是對PHP熟但是App不熟 一個是App熟但是PHP不熟 那兩個都學過但是都不通 OK OK 好那完全沒學過的兩個 那也就是說大部分同學 都有一一點點的基礎 只是說好像有的這個有的那個 好像不是說 最多的應該是這兩個 學過但是不熟 OK好 那再來的話 哇 是否願意擔任班長跟學藝 我們這班還蠻熱心的 有五個同學 OK好不錯非常好 表示說我們這班那這五個同學怎麼辦呢 大家剪刀石頭布嗎 好那這五個同學 等一下我看不然就是 要不就是互相推派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五個同學 剩哪五個同學 這個地方 其實我印象中這個好像可以做一個篩選 是不是可以篩選 篩選的話可以篩選那個 是的 是的就留下來 所以總共會這幾位同學 為什麼一個兩個 一場誤會 原來 傳了 所以其實是只有三個人 OK好 所以會有寵物資料 OK好我想說怎麼會這麼多人 好那這三個同學就比較好解決了 這三個同學剪刀石頭布好了 還是怎麼樣 五點贏 OK 好 我早上已經選過了 那怎麼樣 兩省麻煩 那我跟他來 我跟他來 我算票 他算三票 三票 沒有我剛才更新往夜 更新往夜他就更新 你更新太多次 他就又送出又送出 OKOK好沒關係 那柯什麼柯玉瑄 柯玉瑄 OK 你是新生嗎還是 新生喔 那你這邊熟不熟啊 樓下 不熟 OK好 好 那再來是那個 昆翔 魏昆翔 你也是新生嗎 算是這邊的新生嗎 兩位都新生 還是說那個 因為早上那個 給你有 早上 那要不就是 昆翔你要不要 擔任那個班長 好不好 班代可以嗎 好 然後那個 裕宣你就擔任 那個學藝好不好 那等一下你們兩個 可能要需要幫忙填一點東西 那個資料 是不是好像在那個 Futter夾還是 一樓那邊 可能要稍微問一下一樓 或者一個一個那個檔案夾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就進入到下個階段 不錯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大概了解 各位的學習需求 那接下來 請各位就是在 到那個我們的這個雲端的位置 應該有繳道吧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這個連結 go.gl ccku2j 那j的話是大寫 j的話大寫 那往後 我們大部分的資料 通通都會放在這邊 也是隨時啦 他是24小時可以為大家服務 所以如果你回家之後想要再練習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下載東西 那首先今天喔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把那個PHP的環境先架設起來 如果說你今天喔 希望在你自己的家裡 或者你只要有一個固埃 固定IP的地方 要架設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 這個Server 不是只是PHP WaveServer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 檔案 FileServer 檔案伺服器 其實用途還蠻廣泛的 就是一個Server 那用什麼方式會是最簡單的 其實方法很多啦 要不就是 如果你不架Server就雲端嘛 如果你要架Server的話 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案 而且我覺得喔 他現在打包的越來越簡單 你們把那個網址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那我未來我會把它分成兩個資料夾 一個資料夾是PHP方面的 一個資料夾是APP開發方面的 兩個可能有部分會有重複的資料啦 那反正我們第一個 今天第一階段就是那個PHP的雲端資料庫 那我會把一些相關的 包含就是說 我們會用到的那個相關的軟體 還有相關可能會用到的檔案 另外就是說 可能會用到的那個講義啦 雲端白板啦 程式碼啦 通通放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 今天我想開個頭啦 裡面大概要需要哪一些呢 第一個喔 各位可能要需要下載一個 就是我們的環境 那這個環境喔 早期是需要安裝一大堆 如果你是網站伺服器 就要一個APA群 如果你PHP又要額外安裝 MySQL又要額外安裝 然後裝完之後 還要再去啟動它 其實相當麻煩 那現在有很多套件 它非常的好 就是直接全部幫你打包 放在這邊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等一下 先下載這一個 這個 叫什麼 這個 XAMPP 叫做什麼 OK 就那個 就是 對 563 這個英文怎麼唸呢 SAMP SAMP 解到低碟好了 因為這個低碟 以後的話它不會還原 所以你把它下載 不過檔案大概一百多 一百多 那你就把它解到 解到低碟 那解壓縮的話 就直接解壓縮致詞就可以 外面不要再包一個 有那個中文名稱的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夾名稱 因為這個伺服器 它會跟中文衝突 所以第一個 請你不要放一個中文名稱 在資料夾名稱 第二個的話 盡量放在根目錄底下 你不要說你放桌面上 因為它好像多一層 它會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狀況 所以你大概掌握這兩點 第一個就是 盡量不要有中文名稱 第二個 盡量放在C碟 或D碟的根目錄底下 不要再多一層 因為之前好像有發生錯誤過 所以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那解壓縮之後的話 這已經有全部 已經有了 那你把它解出來 在這邊會有這個目錄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 RUN起來 其實非常簡單 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叫setup 有沒有 這個setup sample 這個P字檔 那你把它RUN起來 其實它很快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了 那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先 完成第一點 第一個就是 把這個環境先setup起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將來我們要開發的話 如果是基本的那個開發環境的話 我們會用的是那個trainweaver這個 那一般我不確定說你們電腦裡面 像我桌面上是有一個trainweaver的一個連結 一個那個 一個接近 那你們的電腦不知道有沒有 你們等一下可以找找看 如果沒有的話 也是一樣 請你把trainweaver的那個版本下載 那個是不用安裝的 直接解壓縮 或者你也乾脆解到低疊 或者你的隨身疊裡面 然後呢 就直接把它執行起來就OK了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OK